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世界杯奖杯不仅仅丢了一次 而是前后三次 咱们先看第一次啊 1929年国际租联召开大会 确定在1930年举办第一次足球世界杯 为此国际租联的主席雷米特先生 自己捐献了一座金杯 作为冠军获得者的奖杯 这个金杯是他找法国著名艺术家拉夫拉尔精心打造的 用了1800克纯金 卑身人物是罗马石化中的胜利女神尼斯 她高高举起一个大盘子 象征着胜利也象征着不断进取的精神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冠军是拉圭队 他们成为了第一支捧起胜利奖杯的队伍 接着1934年1938年两届世界杯冠军 都由意大利队获得 按照国际租联的规定 这个冠军奖杯获得之后呢 你只能保管四年 到下一届世界杯 谁获得奖杯你再给人家 但是如果哪支队伍要是能够一共获得三次世界杯冠军 那这个胜利杯永远赠予这支球队了 此时意大利已经赢了两次了 就差一次就能永远拥有胜利杯了 可国际租联觉得让一个法西斯国家拥有世界杯奖杯 是对足球运动的亵渎啊 于是不知怎么的 就在意大利夺冠后不久 胜利杯不见了 意大利当局动用了无数人力警力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直到二战结束 得意战败 胜利杯才重见天日 交出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国际租联副主席巴拉西 原来盗走世界杯奖杯的就是他 蠢蠢的坚守自盗啊 而藏匿奖杯的地方也是非常顶着玩 自己家床下的破鞋盒子里头 不知道冠军亲吻奖杯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到味不对啊 1966年 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第一次举办了世界杯 世界杯奖杯也被他们暂时性的拿回了英国 足球回家了 世界杯也回家了 为了纪念第一任国际足协主席雷米特 现在的胜利杯已经改名为雷米特杯了 雷米特杯在1966年的年初 于英国著名的西敏斯大教堂举办了展览 为了奖杯的安全 展览当局 专门聘请了六位专业保镖日夜监视 结果当天晚上雷米特杯就被盗了 这六位老哥真是重新定义了专业这个词啊 第二天一早 英国《泰晤士报》头版头条就报道了这一消息 英国警方认为 头盗者是趁大家进西敏斯教堂做礼拜之急 混入了中央会堂 然后走进了展览会场 将门上扣着的大锁拨开 溜进室内盗取奖杯的 为何能够避开所有安保 现在还是个谜啊 眼看没俩月世界杯就开幕了 奖杯在你主办国弄丢了 到时候冠军发啥呀 你怎么能发一个 那个女王吧 一百多斤 那举也举不动啊 只能赶紧找啊 当局悬赏四千磅 奖励给提供线索的人士 在找的同时啊 英国方面也正在制作一个新的 万一找不到 你直接就替上了 伦敦警方一连找了六天 毫无线索 就在这个时候 奖杯杯之小狗给找着了 英国警察 还不是一条狗呢 那天伦敦青年考贝特 牵着自己的小狗皮克斯走出家门 本来想去对面的电话亭打电话 过马路的时候 皮克斯好像发现了什么 挣脱了狗绳 狂门向路边停了的汽车 小狗钻进汽车旁边的树丛来 又牵着哪个人刨啊 考贝特过去一看 是一个包 包已经被皮克斯刨出一个缝了 考贝特接着将包打开 他看到一个金灿灿的奖杯 跟报纸上刊登的那个丢失的 世界杯奖杯一样 一模一样 他连忙拿着奖杯去往警察局了 万万没想到 警察把他当成头号嫌疑犯了 从下午一直审讯到凌晨两点呢 这次一举 让考贝特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而小狗皮克斯呢 也成为了英国的英雄了 后来他还受邀参演了电影 上了电视 爽烦了呀 更爽的是 这届世界杯英格兰在本土夺冠了 夺冠的庆功宴上 考贝特和皮克斯受邀出席 每一名英格兰球员 轮流拥抱和亲吻了皮克斯 他们感谢皮克斯呀 因为没有皮克斯 他们就得举女王了 雷米特北已经丢了两次了 可万没想到他会第三次丢失啊 1970年 邱王贝利帮助巴西队 获得了第三次世界杯冠军 按照国际组练的规定 世界杯奖杯雷米特北 将永远属于巴西国家队 巴西队把他带回家了 一直存放在巴西足协总部大楼 在1983年12月19日这天出事了 这天的晚上8点50分 大楼的工作人员早已经下班了 只有一名55岁的保安正在巡逻 他从8楼巡逻一圈之后 想坐电梯到7楼可刚走出电梯间 突然一双手掐上他的脖子 这是一个身高至少1米85的蒙面大汉 老板安已经无力反抗了 歹徒趁机捆住了他的双手 拿走了他的钥匙 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等老板安获救之后 他们发现整个大楼啥都没丢 唯独那座独一玩儿的雷米特杯 消失不见了 这事太丢脸了 巴西足协偷摸报警 并和警察达成了一致秘密调查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可刚过没几天 巴西的老对头阿根廷就爆出猛料了 说巴西把世界杯奖杯给整丢了 这一消息举世震惊 巴西球迷更是无比愤怒 雷米特杯是巴西足球辉煌的代表 怎么能整丢了呢 而且你整丢了 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 还是老对头阿根廷告诉我们的 这不太丢人了 贝利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是非常的愤怒 并说道 我认为世界内主要罪人不是小偷 而是巴西的掌权者 接着贝利为了平行事端 鼓舞世人又说道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把雷米特杯找回来的 不愧是你黑乌鸦贝利呀 已经过去40年了 雷米特杯至今未归呀 后来这个事闹大了 警方又迟迟无法破案 巴西足先找的一丑无丑 想到一个办法 防治了一个 然后拿出来说 我们找着了 可眼尖的敲米一下就说 不对呀 原来那个圣灵女神的腿 劈开的并没有现在劈开的这么大呀 劫匪对他做了什么呀 最后巴西足先不得不承认 对不起 这是个赢品 巴西警方投入了大批的警力 用了四年的时间 终于抓到了偷到雷米特杯的匪徒 可他们来的太迟了 雷米特杯被匪徒融化了 然后制成了四个金块 一共卖了三万四千美金 这个人是活不见悲 死不见识啊 1997年 国际租联通过拍卖 买下了英国防治的那个 花了25万4500英镑 也有阴谋论说呀 英国那个才是真的 后来丢的那个是假的 1970年 巴西拿走雷米特杯之后 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啊 重新打造了 就是沿用至今的那个大力神杯 大力神杯也被盗过 当时盗贼一气偷走了 七个大力神杯 没想到一个真的都没有 大力神杯的底座 刻着每届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名称 底座面积有限呢 只能刻到2038年呢 不知道到时候 能不能出现中国队的字样啊 狗长觉得嘛 就想多了 2038年也就16年呗 16年的时间 中国连出现都出现不了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在世界杯期间 给大家带来一点 关于世界杯的好玩小知识 希望大家喜欢 奇闻鬼岸 尽在八国连 各位观众老爷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接着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